另外要告诉您 彰化线传出了离奇的母亲虐儿致死案 被害人不是年幼的孩子 而是18岁的高中男生 他在今年5月被沉迷灵修团体 日月民工的妈妈怀疑吸毒 带到教友们聚会的场地 也就是位在彰化和美的墨园 禁闭管教18天 期间他只能喝水 牛奶 或者是吃稀饭 还不时被妈妈用水管跟竹条鞭打 最后这个身高172公分的大男孩 体重掉到55公斤 陷入昏迷 送医不治 检验遗体发现他的死因是营养不良 肝脏萎缩 但是完全没有吸毒的情况 这一名害死了儿子的母亲 被法官裁定收押 他的女儿则表示 妈妈并不是坏人 只是在性教之后 原本正常的家庭就变得分崩离席 这是今年6月 高三的詹同学被送到台中中山副一的画面 全身受到剩皮刨骨 只有55公斤 当时他的母亲说儿子吸毒过量死亡 但检警经过半年的调查 发现今年5月 黄兴富人怀疑儿子吸毒 把他软禁在彰化和美的墨园 长达18天 期间只得水 牛奶和青州 还不是以水管竹条殴打 说是要帮儿子戒毒 却闹出人命 检警调查发现 詹同学根本没吸毒 詹同学的姐姐说 家庭因为母亲参加了灵修团体 日月民工而失和 他案附近相继搬出去 他相信乖巧的弟弟不可能吸毒 涉嫌涅死儿子的黄兴富人 十多年前就接触这个灵修团体 死者詹同学在小功课游异 平常放学后也会到这栋百年洋楼墨园 陪母亲和灵修团体成员一起除草到半夜才回家 当地人称这个团体是萤火虫 总是在深夜十一二点除草整理环境 半夜才结束 曾有民众检举 但警方上门查不到证据 他说搞不好是不是他们有某一种信仰 当然我据我侧面了解是倒是没有 检方表示 全案一伤害致死罪嫌证办 黄兴富人训后已经遭到收押 另一位知情的同修许姓富人 以十万元交保 至于虐死黄同学是不是妈妈一人所为 灵修团体有没有设计步伐 检警还要深入调查 记者逐步综合报道